第三集 快放下 那不是普通贺礼 不能捏包 您说不能捏我就捏 那我正愣子 紧紧品品品就要捏包它 公子 公子你还好吗 个墨西亚 此生意在打点喧哗 其有此理 此生意在导入入侧 老爷 好像是少爷拉的屎炸了 这个不种用的废物 看我不打死他 爷 您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有什么好说的 看看 你都被扎成啥样了 你平时吃的啥 爷 您听我说 我是被陷害的 陷害 你倒老子是啥嘛 今天奔存手的 除了你这个逆子 还有特末 谁人敢造死 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爷您听我说 这时整个是无辣的 还渴破嘴影 都说让你不要捏了 你非要捏 这能怪谁 爷 是他 就是他害的我 此人秦子任 等我发生矛盾 今天故意闹事 在当嫁妇于我 爹您快杀了他 老夫免参修的方式 说吧 你死何人 此事究竟是 不是你所谓 老实交代 不然后过你清楚 在下366立子界至尊 见过天府君 只是少爷说的 这事确实与我不安 他认错人了 是他吧 哈哈 父亲 不是他 我骗你的 此事就是本少爷所谓 这喷雾真有利益 好啊 你这混账玩意 居然敢洗刷你情节 老子今天就要好好教你做任 老师 父亲你听我说 听你说 老子管你说什么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打得真爽 再应立一敌 这这么什么情况 郑公子想要求饶 但是话到嘴边就变了胃 你说出来 自己都傻了 你这大小子 这可是你说的 不是 爷 我 恭喜苏主完成任务 奖励神通讨吃洋洋 既然是误会 那在家便退了 此时的系统商城 一共分为修为 装备 神通 杂货类四种 而刚才的谎言喷雾 正是从杂货类兑换出来的 除了谎言喷雾之外 杂货类里面 还有不少好玩意 陈乐看的眼睛都直了 这都是些什么鬼畜物品 不过谎言喷雾效果确实不错 至于剩下的这几种喷雾吗 下次继续找那个公子哥试试 谁 阿翔 马恩 是我 公子 交给你们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请公子你放心 我们已经给黎江南域各大城主 都打过招呼了 找到那人后一定会及时向你汇报 嗯 直接杀死也行 任何人只要能拿到他的手指 本共自赏云师一百字 原是一百例 这足够我们修炼到玄黄三阶了 简直是天降机员 久违的他们感受到了一丝心跳 他们曾经也是来自某个粒子界的至尊 原本以为晋升到上元界还能有一番作为 不曾想堂堂太古大帝在此界居然遍地都是 习惯了被人人敬仰的他们如何忍受得了 于是打算潜心修炼 说干就干 两人直接闭关了一万年 可一万年后 他们惊奇的发现修为境界居然没有一点提升 他们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几经周折之下 他们终于明白了 在上元界苦修一点作用都没有 要想提升修为境界只有获取资源意图 其中对修为提升最快的方法便是炼化元石 可元石难得 两人作为晋升者哪里会有这种东西 于是他们四处掠夺 搞得自己恶名卓著 却也仅仅只是获得了两粒元石 炼化元石却是对修为增益不小 可为了获得这两粒元石 他们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后来天府军带兵剿贼 两人再次有了杀身之祸 再后来他们与公子臭味相投 公子给他们侍从的职务免除死罪 并且每年会给他们发放一粒元石 这可把两人开心坏了 身之元石得之不易 一粒对他们的吸引力都是如此巨大 而此次公子为了对付一个玄黄一阶的若姬 居然肯一次性花费一百元石 这如何能不让人震惊 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神中看出了一丝贪婪 这一百粒元石我实在逼得 阿里 你留着保护公子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区区玄黄一阶 还不是手道前来 想独吞 你这算盘珠子都打到我脸盘子上来了 阿翔 我听张话他们几个说 那家伙不简单 我看还是一起出手比较靠谱 他们几个玄黄一阶的晚辈 没见过失眠吧 这你也信 他只是没遇到我 要是上次我赛场 早就将他除了 还用等到现在 不不不 他身边还有几个跟班 就算你能对付得了他 可那几个跟班给你惹事怎么办 惹事 几个连玄黄镜都不到的废物 老子玄黄镜二重挥回首就灭了 能惹什么事 分明就是你想分一杯羹 马得算了 不但你的话估计老子也却不成 系统你确定没搞错吧 敢请我这一通任务下来 连最低级的装备都兑换不到 请宿主尽快提升实力 才能获取更高报酬任务 你特么直接告诉我 当下有什么任务能够快速获取情绪值 任务一 请宿主马上送死 成功将获得情绪点一千万 你特么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任务二 请宿主将道理全部转增他人 成功将获得情绪点一千万 任务三 请宿主主动挨挡 一拳八百情绪点 系统 我怀疑你想让我早点死 而另一边的银沟 与明和正在努力闭关 想着瓶子在此界提升修为 正直此时 两股强大的力量顺利而至 历死界的蝼蚁 还不快快出来受死 来者何人 哦 你们俩就是那蝼蚁的随从 你个人谁啊 滚到一边去 我可没空跟你们聊天 让那小子出来 来者正是之前的侍卫 这两人修为足有玄黄二见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抗的 与此同时陈乐正在研究系统兑换内容 上海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 还好修为类的低阶单要不贵 黑元单是一种能够让不足玄黄境修为之人 立即达到玄黄境一届 而玄黄境之人服用的话 修为提升不大 但是对于恢复伤势却有着奇效 先把营光他们几个提升到玄黄境 有保命能力的再说 不然在这上元界 他们总不能吃喝拉撒都跟我一起吧 再问你们最后一遍 那小子在什么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